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设计者的目的不是为了下人 而且提醒人们锻炼身体预防血液疾病 这创意好得没话说 但您可能不知道 老外的灵感居然还来自咱们中国 怎么回事呢 原来几十年前设计者有位长辈来到了中国 他在浙江省东阳市这里 就听说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 啥干事呢 说是在1966年的3月份 一天晚上有一个剧团呢 正在东洋下面的一个小村庄搞演出 我们在盘安这个西欧镇在口这个村 那里面是当里面有戏 那天晚上呢 演的是三百百块钱 可是就在台上演得正欢 乡亲们也看得正入神的时候呢 突然哄的一声 安静的现场乱起来 演了大概还不到一个小时 我们这个西方里面呢 又轰动起来了 为什么 他们是不是就看到了 看到这个地上 你就液体很细的 一公里就搞了 你要知道 演出的地点是在村里的祠堂 地面上铺的都是水泥 一般情况下水泥地面 连水啊都渗不出来 那又怎么会喷出液体来呢 这事儿太稀罕了 所以也没人有心思看戏了 都围在液体旁边看热了 光线不好的时候啊 你看上去还挺美 可是等有人拿来大灯 往这液体上面这么一照 恐怖的一幕出现 所有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胆小一点的 几乎都要下个尿裤了 为啥啊 因为灯中下的灯 显出了他们的颜色 血红血红 看上去分明就是血水 对于这些血水的来历 他们又是怎么从这个水泥地里面喷出来的 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太全 还真没人知道答案 所以啊 老陈只能在记事本上写下这么一句话 1966年3月 地下喷出了红色的液体 有照片吗 没有照片 照片没 这个是我们 我们无计的大四 就是这件怪事呢 给了罗马尼亚人灵感 造出了那座血色喷泉 当然 不少人都表示怀疑 认为这个地面喷血 那是编出来 毕竟这年头 你说照片都可以PS 凤血都能变成天仙 更何况 老陈就写了一行字 连张照片都拿不出来 这小人怎么相信他呢 不够 也有人认为 天下之大无起不忍 说不定这事 还真就发生过了 咱们呢 先把这个争论呢 给放了 再给你说一件事 啥事呢 说是在2005年的时候 还是在东阳市 一个名叫夏昆西村的地方 又出现了诡异的血泉 这一次呢 感谢当地电视台的记者 咱们呢 有画面可看了 您来看 瓷砖铺成的地板上 一块一块 到处都是血水 虽然咱们看到的 只是静态方面 可据目击者说呀 在血水刚出现的时候 就跟那1966年的 那次血泉一样 也是从地板下面 短时间内喷出来 他从地下 看到一喷上来 就是跟那个 跟那个 喷过去很新一样的啊 一喷上来 几秒准备没了 红色的呢 看着就喷上 他用在那里 他用在那里下去呀 搞不定怎么搞呀 怎么搞呀 喷上那里下去 按照这两位的说法呢 刚开始 你看到血泉喷出来了 他们也吓得不行 等回过神呢 就赶紧抄起电话 打给了陈增敏 那为啥要打给陈增敏呢 因为喷出血泉的地方 就在陈增敏的架里 说到这儿啊 咱们有必要介绍一下 这位目击者的哥哥 他叫陈增敏 那么当时呢 老神正在外面办事 一接到弟弟的电话 火速就赶不开架 等他推开门一看 一瞬间呢 老神就觉得头皮发麻 心跳都快要停止了 我回来以后 我们看到这满地 都是这个 好像血液一样的东西 满屋子的鲜血 这哪来的 弟弟在电话里面 没说清楚啊 老神的第一个想法是呢 是家里面有人被害 发生了凶案 所以呢 他就赶紧四处寻找家人 等他把这个家人 找起来一看呀 这才算送了一口气 大黄的都好好的 没受伤 也没流血 这个时候呢 老神呢 才有心思去询问地区 不过呢 等弟弟把这原油一说 哟 这血水 居然是从地板下面 喷出来 老神的心里 又有一点谈谈 就是感到这个事情 有点那个好像迷一样的 这个东西怎么会 地上怎么会冒出 这样的东西来 老神呢 有点想不通 说地板喷血这种事 太不寻常 太诡异啊 你换了谁 以下的可能都接受不了 不过呢 他弟弟可以保证 这事啊 千真万确 一点假不了 我两个人看到 不是我一个人看到 一个人看到 我是影花了 因为我跟那个 我们那个邻居 两个人进来 我们两个人看到 哎 他看到 我也看到 我说那个地方 怎么喷出来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不由的老神不信 那接下来咋办呢 不了了之 肯定不行啊 这满地的血水 你看着都渗人呢 不弄清楚 睡不着觉啊 于是啊 老神就赶紧抱着醒 哎 警方一听呢 还有这事啊 啊 地板会喷血啊 他们呢 也非常重 马上就派刑警呢 赶到了老神家里 可是 警方的到来 就能够解开 陈家血泉的秘密 在老神报警以后呢 警方就过来调查真相 结果 一看到这些血水 警方就觉得 有点不对劲 从小岸的心上 我们看了很多啊 都是 就是杀的地方 也是喷得很多的 是窺窺窺的 不是他相信 喷得很爽的 像我们那个老百姓 农药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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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状不对 这是其一 另外呢 有警察摸了摸这些血水 哎 手感 咱们都知道 只要是鲜血 不管是人血 还是动物血 你摸上去 那都是黏糊糊 可老神家 他地板上的血水呢 一点也不沾手 你闻起来呢 还是淡淡的 丝毫没有血性 他这个东西 现在真的有点奇怪的了 人是看下是 叫一百个冷水 刚刚一百个冷水 血 所以默默也不像 默默也不像是血了 想不出来的是什么 什么因素 造成的 当时啊 警方还专门取了一罐血水 送到化验室呢 进行化验 谁知道呢 专家们是越化验呢 脸上的神色 就越古怪 为啥呢 那个那个样品啊 那个拿去第二天 的欢迎出来以后 他们说不是血 不是动物血 也不是人的血 闹了半天 感情不是人血 连动物血都不是 这结果呢 老陈呢 悬着的心 稍微放下来一点 不过呢 他也更加觉得好奇了 这血水 当然 是打了一块的血水 他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又为什么会从自家的地板下面喷出来呢 这些问题呢 一时半会儿呢 警方他给不了老陈答案 不过呢 在看热闹的这个村民那里 倒是有人说了一句话 无意中给老陈 踢了个行 他们说有地震了 有地震了 我们穿里面说 地震 这个老陈家的血水有关系吗 哈哈 原来啊 提出地震这个说法的村民 平时呢 他就喜欢搜罗一些奇文怪事 恰好 在事发前不久呢 这位村民呢 刚听说了一件怪事 说在四川 一个名叫曲县的地方 那儿呢 有一个神奇的山洞 老龙洞 这老龙洞流出来的泉水呢 平时啊 他都好好的 清澈见底 可一到地震前夕 泉水 他就会变成红色 你远远看过去呢 就跟这个某种动物流了血一样 早些呢 老龙洞周围的居民都认为啊 流血水的原因 那是洞里有条龙 这条龙呢 非常的善良 一听说 哪里要地震了 他就会痛哭 流出血泪 不过呀 后来你们就弄明白了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龙 老龙洞之所以一风地震 就流血水 那是因为山洞旁边有不少铁矿 经过常年的雨水冲刷 矿里的铁元素都沉淀到了泉水里 那么一旦发生地震 水底的这个铁元素呢 它就会被震到水面上 那咱们知道 铁元素多了 那液体就会变红 这就是老龙洞流血水的原因 那么会不会老陈家里的血水 也跟地震有关呢 当时呢 有人就找来了一位顶尖的地震专家 中国地震局的研究员杜建国 再听说了老陈家里的这个怪事以后啊 咱们这位杜专家的第一反应啊 他认为的确有可能 那些神秘的血水 应该就是含有大量铁元素的泉水 我觉得这可能的 因为世界上有这样的红色的翁泉 你比如说日本有一个翁泉 它就叫雪的翁泉 地下有一些高价的 变价元素的高价态 它是红色的 那雪红主要是有三加铁 来染红的 杜建国说呀 一旦发生地震 那瞬间形成的挤压力 它就会让红色泉水呢 冲破地板 喷出咱们看到的血水 而在陈家地底下 很可能就存在着这么一条 含铁高的红色泉水 为啥呢 熟悉地理的观众都知道 在咱们中国南方 不少地方都有一种奇特的土壤 红壤 那么这种红壤的形成呢 就是里面的铁元素太多 渗入了地理 把土壤呢 染成了红色 而且呢 很多的红壤下面 它的泉水 也因为含铁过多 变成了血红色 不过呢 等它真正到了老陈家这儿 往地里这么一看 哎 马上就失望 感情啊 这儿的土壤 不是红色 而就是再常见不过的黑土 而且呢 再一调查 老陈家周围 也没听说过有铁矿 那咋办呢 那就 只能在老陈的带领下 先把出现血水的地方 给好好检查一下吧 他们打电话 我回家 回家就 看到这个满地都是这样 红的 就是 就这块 门口这块 这壶这壶全是红的 得给您呢 说明一下 在杜建国到达的时候呢 离血泉喷发的时间呢 已经过了好一阵子 地板上面的血水呢 也早被老陈呢 给擦拭干净 所以呢 对于血泉喷发的具体情况呢 专家们只能听听老陈的介绍 这后半就没有了 就这一块 反正这一斤嘛 这很多 都是 这个后面也都是 反正这块也长不都是 这也有 也有红色 我们在有几个地方 看到 看到那个 当时那个信端呢 看起来都 真的是 好像爆汗了一样 这个 有些地方呢 它都冒汤 此专家也有的 稀稀的 可能就是 晚上冒一样的 那他们看着 喷这么高 在哪一个位置呢 那才行 这里 光听老陈那么比划 你就想找出血水的真相 那是开玩笑 不过呢 杜建国作为专家 他也有办法 当时啊 杜建国没有纠缠于屋里的地板 反而呢 对老陈家的另外一样东西 院子里的水井 起了强烈的形势 自发的时候 看这井什么样的 没事的 因为这个井 还是那么那么 我们都每天都是吃的呀 很干净 我们都是这个神学吃的呀 简单的一问一答 杜建国的心里有口了 怕出差错呢 他还再次追问了 老陈一句 说老陈啊 你真能确定 在血泉喷发的那一天 这口井 它的颜色和水味 都完全没有异常吗 他说没有 那我就认证 它不可能弄出来的 出人意料 光靠一口井 杜建国就得出了结论 老陈家地板上的血水 不是从地下喷出来 哈哈 神奇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 咱们来看一个试意图 简单来说 咱们可以把地下的 分为三层 通常情况下 温泉都是在最深的那一层 一旦浅缘水 它受到压力 水位上涨 冲破地表 喷发了出来 那就形成了喷泉 可是 老陈家的这口井 比他们家地板的水平位置 要低一些 如果泉水要冲破地板 那就必然会先通过水井喷出 他说他家里边 喷出了红色的液体 那就说 这种红色的液体要喷出来 首先应该从井口上移出来 但井水没变是不可能的 这一下 血色温泉的这个可能性 那就必然说了 那么地震前兆的可能呢 这个老陈家会不会跟四川那个神奇的老龙洞一样 也可以预报地震呢 凭着多年的经验呢 杜建国认为 这也不太可能了 要是地震的血造的话 那个范围就更要大一些 一般的来说 应该看到明显的地下水位变化 水的变红 当然这两种现象 不一定同时出现 但是水的变红 往往会带着水位的变化 但我们地震系统没有 接受到这种现象 也是 真要发了地震 波及的范围呢 肯定很大 不可能其他村民家都没事 就老陈家这有血水喷出来 所以杜建国说呀 老陈家的怪事 他这个搞地质的 那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不过呢 他在临走前呢 无意中说起了一件事 倒是给了老陈新的灵感 说的啥事呢 说在南极 那儿呢 有很多的冰山 天气一暖和 这个温度升高 冰山呢 它就会融化 形成一个个的瀑布 不过呢 通常情况下 冰铺 它是没有颜色的 可前两年呢 有人拍了两张照片 很邪门 照片上的冰铺 居然跟人流血一样 流出了血水 这张照片呢 当时在全球啊 都引起了轰动 一开始啊 大伙都不相信 还认为这是PS 把原本透明的瀑布 它改成了红色 可后来有人到了现场一看 呀 居然是真的 真有这么一条流血水的冰铺 于是呢 很多的地质专家 是温风而止啊 想把这种神秘的现象呢 弄清楚 可他们都没有成功 反倒是啊 被一个圈外人 找到了答案 那这个圈外人 是干嘛的呢 人家是研究微生物 微生物专家 发现 冰山这儿 看起来没有活物 可实际上 生活着不少微生物 而留下血铺的这座冰山呢 这儿的微生物啊 很特别 体内呢 含铁 还特别多 那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啊 啥事没有 可太阳一晒 微生物大量死亡 他们体内的铁元素 就会把这个瀑布 染成血红色 这件事啊 让老陈一家人 那是恍然大悟 千算万算 怎么就把这微生物 这茶给漏掉了 于是 他们又找来了 这方面的专家 不过呢 人家一检验 哎 又白忙活了一场 因为啊 在老陈家的地下 压根就没多少微生物 就是仅有的那些 身体里也没找到 多少铁元素 哎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那出现在老陈家的血水 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又来自于哪里呢 很让人挠头 后来呢 又有人提出了新的说法 说这个血水啊 可能跟有些河流那样 水质受到了污染 变化 不过呢 经过调查 这种可能也被排除 这时呢 村子里面就传开了一个 恐怖的说法 这个说法 哎呀 真的是让老陈不寒而栗 晚上睡觉 都会做起噩梦来 说这个老陈家出现的血水啊 就像警方之前认定的那样 它既不是人血 也不是动物血 而是什么呢 是 鬼神流下来的血 也许啊 老陈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无意中得罪了鬼神 这才受到了地板喷血的这个报应 这个说法啊 我想 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会觉得很荒唐 不过呢 一想到血水的诡异 连专家们都解释不了 还是有不少村民相信的迷信 他们呢 怕鬼神的报应牵连到自个儿 就各显神通 用上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手 有的人呢 彻底和老陈家划行的界限 再也不和他们往来 还有人呢 则害上了恐惧症 就连经过村里的坟地 那都要不辞辛苦绕着走 更有人呢 甚至在门上挂了符 家里摆了祭坛 每天开坛作法 祈祷自家不要出现血水 那一阵子啊 村子里那是人性好 而且呢 你看这架势 不查出老陈家血水的真相 这行星呢 还会一直持续下去 可是 谁有那么大的本事 能够把真相给找出来呢 哎 您别说 还是咱们人民警察有办法 经过多方努力 他们找到了一位高人 谁呢 中国公安大学的刑案专家 郭威 说来啊 您可能不信 郭专家居然在短时间内 就把这件各路专家 都解释不了的怪事 查了一个水落石头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通常情况下 郭威查案也需要研究样本 可当他调查老陈家血水的时候呢 事情已经过去太久 不仅当地警方提取的样本呢 没有了 就连老陈在擦地之前 特意留下的一罐血样 那也不见了 可能也没人管这个事嘛 我肯定 留着也没什么用 嗯 这时候呢 就到了郭威大县伸手的时候 他注意到 在前面 其实呢 有两个人 一个呢 是老陈的弟弟 还有一个是当地的警察 都提到过一个不起眼的信息 啥信息啊 说这个老陈家地板上的血水 看起来像是从打农药的喷污器里面 喷出来的 那么受到这个细节的启发 郭威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 啥试验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先在地上放了一块木板 再用一个注射器来代替喷污器 往里面灌满了红色的液体 紧接着 再慢慢的把液体呢 给推出来 喷到木板上 立刻 板子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图案 那么 咱们再来看一看 老陈家地板上的血水形状 哎 惊人的事情出现了 两边的图案看起来呢 形状上那是 高度的相似 我们这个本身模拟的针管比较细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小 如果说是 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场地 这个 用一个比较 粗一些的东西的话 这个分散出来的话 会更精进性的现场 形状非常接近 这结果意味着什么呢 郭威说到了一个专业术语 血迹形态分析 那啥是血迹形态分析 咱也没必要弄明白 您只要记住一点 当血液落到地上的时候 只会形成四种形状 分别是 低落状态 喷溅状态 擦拭状态 和抛洒状态 如果陈家地板上的血水 真是从地板下面 喷出来的话 那它最后的形状 应该是这样 是喷溅状态 可从电视台拍到的画面来看 血水呈现的 却是 抛洒状态 综合来看 现场斑点的分布 可以排除 就是说这个 渗出来 低落 人为的 插石 这样的形态 那么它符合 抛洒所形成的 根据这个抛洒状态 郭威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他说 整个事件的过程 应该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 带着一桶血色的液体 偷偷进入了陈家 然后就像打农药那样 把液体喷洒在了地板上 也就是说 郭威认为 老陈家的这个诡异的血水 其实不是从地下喷出来的 而是人为造成 这种说法太精明了 可是 他靠谱 你还别说 当地的警方顺着这个思路 经过一番努力 还真把作案人给找出来了 一经审讯 这个作案人就交代了 原来 因为一些家庭琐事 他跟老陈 早就闹过矛盾 一直想矛盾 2005年的时候 终于让他逮到了一次 陈家没有人的结果 于是 他就弄了一桶水 掺上早就准备好的红色颜料 偷偷的就喷洒在了老陈家的地板上 这才有了轰动一时的血泉喷发事件 说到这里呢 真相水落石出了 咱们得表扬一下郭薇 专家就是专家 哎呦 确实厉害 仅仅在研究所里 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他居然就把血水的真相给揭开了 我估计啊 还有好多人 他会觉得好奇 想知道作案人究竟是谁 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鬼点子 告诉您吧 出于某种原因 警方呢 不方便透露 咱们呢 也就不再深究了 那细心的观众呢 提出了一问 在节目一开始 你不是说到过 1966年的3月 浙江东阳物剧团的演员 也经历过一次诡异的血泉喷发事件 那么这次事件 那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会不会跟老陈家出现的血水一样 也是人为造成的呢 哎 这事啊 还真不好说 毕竟时间过去的太久了 又没有留下物证 那么要想找出这里面的真相 恐怕呢 还得再下一番功夫 如果真相大白了 那红宇呢 又可以给您说上一个新的故事